欧盟12号宣布将对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加征最高38%的关税 中方表示保留法律诉讼的权利 并且扬言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 维护自身的权益 中欧之间一场贸易大战一触即发 中方保留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的权利 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定捍卫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欧盟对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加征最高38%的关税 中方表示保留法律诉讼的权利 并扬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益 专家认为欧盟的惩罚性关税 对中国电动车似乎不痛不痒 反而会得内伤 不但冲击欧洲车 欧洲的农产品也会受到打击 中国可能会打击航空间和農物空间 中国很可能对欧盟的猪肉 以及乳制品展开反补贴反倾销调查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开反对加征关税 德国汽车大厂宾市超过三分之一的销售量来自中国 双逼的执行长都不赞成贸易壁垒 福斯也担心旗下的电动车因此受打击 中国外交部更痛批 欧盟的反补贴调查是典型的保护主义 这起调查是典型的保护主义行为 无视客观事实 罔顾世贸规则 违背历史潮流 至于中国低价的电动车 可能继续在欧洲攻城掠地 交出亮眼的成绩单 看来中欧之间一场贸易大战 一触即发 综合报道